这是他的相片,1979年,郑伟生传道就来就加入西安堂,就加入任传道, 那么1978年,才传第一间步道所,就是这间章鱼步道所, 这是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他在里面教书, 那么有一天他告诉猜传的干事说, 张义学校停办,他们办私人学校办来办去办不好, 他们不太能够担任传道,教会哪去办, 那么大概,物租是四百多块, 当时四百多块算相当高, 可是整间学校三万六千多尺, 让我们使用, 我特别提这间步道所, 特别提到这间步道所, 因为在三年里面, 从五个人, 增长到七八十个人, 三年里面, 第一次的聚会, 大概三个传道, 三个传道人, 还有一个会友就是吴云辉, 今天还在我们教会释放, 另外一位, 是他的朋友做裁缝的,叫做罗先生, 五位聚会,第一次聚会, 三年后, 这间教会增长到七八十位, 后来为什么这间教会, 这间步道所没有了, 因为我们是办私立学校, 屋主很不高兴, 他说你们拿来办教会, 所以教会就停办, 那么教会停办, 那去哪里,这些会友去哪里, 一部分到后港去, 一部分回来当时的嘉东西安堂, 晚间聚会, 这是1970年代第一间步道所的情形, 就是这个地方, 拆船设立第一间的章仪步道所, 那么1981年三年案例, 周会天长老, 1981年5月14号, 当时长老家经验领修神学院, 受案例为牧师, 为什么神学院案例牧师呢, 因为当时, 当时牧师在那里做义务的教员, 也帮助步道团的工作, 也做拆会的干事, 会需要一位牧师, 那么如果请大会来案例, 当时有诸多的条件, 要他们承认的神学文凭, 要属于他们长老大会的传道部的成员, 要做几年的传道人才可以安理牧师, 那么当时赫牧师他可能是大会的书记, 或者是大会的要人, 常委会的委员, 他不要得罪大会, 所以他就让张世恩长老在经验领修神学院案例牧师, 是不是因为师恩牧师在那里案例, 我们就成为, 经验领修神学院就成为我们的友好神学院, 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历史的阴缘很长, 可以从1937年说起, 1937年, 吴敬寧院长他是替宋上介博士翻译闽兰话的, 那么他每月第二个主日, 风雨不改来西安堂讲道, 1937年讲道讲道几时, 讲道1937年他身体软弱为止, 1937年到1973, 三十六年的时间, A time of 36 years, 是不是三十六年, 差不多三十六年的时间, A time of 36 years, 很多人在座当中有几个长职应该听过他讲道, 老会有听过他讲道, 他很喜欢讲生平, 但是讲到最后连少年乐园的东西他都搬起来讲了, 你看当教会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开放神学院, 他要让楼下在那里聚会, 这是破天荒的, 神学院从来没有让人聚会的, 他愿意让西安堂来聚会, 解决西安堂的困难, 可见他跟我们西安堂的关系何等的亲密, 去一届经验灵修神学院, 就毕业生就在西安堂举行毕业典礼, 红前的就是吴院长, 看不清楚的, 听说第二届也是在西安堂在这里举行毕业典礼, 我刚才说西安堂有很多聚会, 学生们都跑路来了, 那么吴姑娘,吴院长跟黄院长他们坐三轮车来赴西安堂的培临步道会, 几十年都是如此, 你看那个关系深不深, 灵修神学院每年寿难街一定跟西安堂联合礼拜四晚上, 从1937年开始, 到什么时候, 到1977年, 我们请陈中道牧师, 她晚上不会来, 所以要改在礼拜五, 当时我做传道, 我觉得改在礼拜五人数会比礼拜四晚上很多, 在1977年, 他们就没有跟西安堂联合, 那时候赫牧师很紧张, 那两个院长来问他说, 牧师啊,我们联合几十年, 为什么要分开呢? 为什么你们要在, 为什么你们要在早上十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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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牧师当时, 他说这是我们新的传道, 张传道他不懂事, 他去安排的。 所以这支牌打得很漂亮。 因为当时两位院长都不认识我嘛。 而真正沉重道牧师, 早上来讲道也是我安排的。 所以道那时候就分开了, 最近这几年又联合起来, 不过虽然是分开, 西安堂在受难界的奉献, 一定是为经验灵修神学院奉献。 1983年, 即行六十周年的庆典, 社教礼拜, 那么在这里有感恩, 也案例张赐福做牧师, 这里有一个来宾, 他在做什么? And what is this guest doing? 哇,他在唱歌。 He's singing. 这位是谁呢? Who is that? 这位是洪庆龙长老的同事。 And so this is a colleague of this elder, 洪庆龙, 洪庆龙会测师。 And he's an architect. 他大会所有的建筑工作, 都是他负责。 And so this is all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was handled by this elder Amking Lake. 那么他就请他的同事来负责 在昆臣路旧礼拜堂,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意愿, 要在昆臣路旧礼拜堂, 沿纸建堂。 And so at the time, we have a desire, we want to build a new church in the same side of Kounseng Road. 所以洪庆龙的这位外国人 会测师就来了。 And so this person, the architect came. He looked. 不得了, 你们住, 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围楼做礼拜。 And so you're having service in such a place. 两、三百个人 都挤在这个围楼里面。 And so two to three hundred people squeeze into their building. 哇,他说我们的信心很大。 You say you all have great faith. 可是他的信心更大。 But he had greater faith. 那一天六十周年 很多人 他不顾性命 跑来献唱诗歌。 And he don't care about his own safety. He came to sing. 他没有想到会不会 六十周年 人数这么多踏下来 他不想这些事情。 He did not think 那六十周年 有很多人 在这个围楼里倒下来。 他在这里献唱诗歌。 And so he sang over here. 那是一个插曲。 And that's an interlude. 1988年 賀友山牧师就退休了。 And so Reverend Ho Yusam retired. 这是早上 的感恩礼拜. And this is a thanksgiving service in the morning. 全体会有 参加这个感恩礼拜. And the entire congregation attended the service. 那么 他服务教会五十周年 荣修感恩礼拜 麦西真牧师来讲道。 And so he served the Lord for fifty years and he retired and Reverend this among Atrine came to speak. 那很多长职 跟他一同拍照 这是聚会以后。 And so this is after the service a lot elders and deacons took a photo with him. 下午呢 in the afternoon 他是大会来主持 and this sinner came to organize. 所以 善会以后 after the service when the service was over 这些 在当天 有节目的 负责节目的 读经的 祷告的 这些常委 或者牧师们 跟他一同拍照 had a photo shot shoot with him. And so 1989 1st of July begins 8 o'clock Chinese service 为什么我们 开始 华音崇拜 因为有几件事情 我们没有华音语的聚会 我们就有华语 福建 或者是华语 闽南语的聚会 一样 we only have this Chinese hawkane or hawkane english 华语 明南 华语 华语 讲错了 华语 福建 或者福建 华 英语的聚会 we had this Chinese hawkane or hawkane english service 当时没有耳机 当时如果有耳机 可能我们都不会 开始这堂聚会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华音礼拜 第二 那个会车是提醒我们的 他说你们几百个人挤在一起 有危险讯 而且当时已经坐不下了 每一次都要坐到走廊去 在走廊的弟兄姐妹 根本没有新聚会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 这堂聚会 晚和人数 你们有没有 这个也是 华语聚会的情形 如果这个华语聚会 我们有定一个 我们有一个规定 不管有多少个聚会 我们维持一个 堂议会 维持一个 长聚会来管理 我们也维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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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在习近 那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